当然俄罗斯跟中国非常的麻吉 他们的发言人今天就宣布说 中国外长王毅将在18号访问俄罗斯 并且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来举行会谈 俄国媒体引述他们的发言人报道 说王毅跟拉夫罗夫 预计将讨论乌克兰局势 跟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以及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与G20等多边组织的合作 那么此外两个人还会商讨未来要举办的两国领导人峰会 那么俄国总统普丁目前日前在海参威 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卿会面的时候说 俄中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 显示两国将会持续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 哈喽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盛新闻YouTube频道